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一百杯胡蘿蔔汁 有一天小兔子去買果汁 小兔子問 老闆你有一百杯胡蘿蔔汁嗎 老闆回答 不好意思我沒有那麼多 於是小兔子很失望的走了 過了兩天小兔子又來了 他問老闆 老闆今天有一百杯胡蘿蔔汁嗎 老闆抱歉的說 真對不起今天還是沒有 一個星期後小兔子又來了 他趕緊進門 老闆就很高興的說 你終於來了 今天有一百杯胡蘿蔔汁 小兔子說 太好了 那我要買兩杯 老闆生氣的對兔子 老闆 你玩我是不是 你走 不要讓我看見你 否則我用錘子打掉你了 過了一個星期 小兔子又來了 小兔子 他站在門外 小心地問老闆 老闆 你有錘子嗎 老闆 不內魂地說 沒有 你要錘子 說什麼 小兔子 小兔子笑了一下 小兔子笑了一下 問老闆 那 你有一百杯胡蘿蔔汁嗎 有些 有些